緊張會不會不准 呵呵呵 開玩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erset Satcha 那今天呢 我的主題是 台灣的中藥行 那我覺得台灣的中藥文化 是很特別的文化 因為像對於日本來說 中藥是一個很昂貴的東西 可是我在台灣發現 台灣的大家 中藥是很平易近人的東西 像我以前的同學們 他可能天生有這個氣喘 然後他可能就是靠中藥吃 就醫好了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呢 我有在台灣看過中藥 我去拔麥過 那我來台灣之後身體變得很差 不是台灣的錯 不是台灣的問題 是我因為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完全不會講中文 然後每天都在熬夜讀書 然後持續了真的超多年 就是那個八年很久 身體自己被我搞壞了這樣子 那我有一次去拔麥的時候 那個中醫師居然跟我講說 啊 你這個全身苦拍了料啊 然後他也跟我講說 你40歲的時候 你會有老人痴呆症 天啊 太可怕了吧 我國中的時候 對 他就說啊 你這樣子熬夜不行 你這樣子之後啊 快要40幾歲的時候 你就會想起我的這番話 你就會再回來找我 那個中醫師是這樣跟我講的 我到現在還沒有去找過他 我害怕 那我今天呢 就來別間店來再次挑戰看看 那今天還有再邀請我的另外日本朋友 我們就兩個一起去中藥行去拔麥看看 看今天的結果是如何 來 GO GO 這邊店內就是有賣那種中藥粉嗎 感覺是可以帶回家後的 後來有一些這種健康果 很酷 好像很適合當我們家的感覺 那個很驚訝的是這個 Fukahire 這個太可怕了吧 Fukahire 這個是魚翅吧 對不對 這是乾的然後超大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Fukahire 太厲害了 它很大耶 它的這個 Fukahire 也很大耶 Fuka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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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Namakou的中文是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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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也一堆的魚翅好多啊 這邊有燕窝 欸 6級 豬貝 豬貝是什麼 他有很多的 很高級的海魚 他這邊有這個 人長版 啊 有很多魚耶 有很多魚耶 對 對 這個 這個花瓶超大的 我想要去問他 可不可以拔麥 去問一下 不好意思 我可以拔麥嗎 不是有拔麥嗎 有拔麥 有拔麥 拔麥對 我們拔麥是 就是開藥這樣子 對對對可以啊 嗯好 就是拔麥的話一定會拿藥嗎 還是可以拔麥吃到什麼狀況嗎 一般來說是會拿藥啊 對啊 藥的話是拿多久 一般是一個月 一個月 對 因為中藥就是要慢慢的調 一個月 一個月好像好多啊 不是我嗎 對 那如果是配每天煮的藥的話 也會大概四五天吃 四五天開始 對對對 看醫生把你開藥 大概會接一個月藥粉的話 大概是六千塊錢 那如果是每天 像前面這樣子 一包一包這樣抓的話 一般是三百塊錢 會煎 對 如果這樣子抓藥的話 就不能夠飽 對 也是反正醫生看你方便要吃藥粉 還是如果 一般日本的有朋友 會用藥粉 如果 你可以自己煮 拿回去自己煮的話 也可以拿水藥 其實水藥是效果比較好 有看醫生他就是開藥 對 原則常常是這樣 對… 這種拿藥的話 他們已經本來都知道要拿什麼藥嗎 還是… 醫生幫你看 那你有什麼樣的狀況 也可以跟醫生可以講 可以說明這樣子 好… 因為我可能… 可能沒有希望一個月那麼多的話 也…就這樣單次也是可以這樣 喔…也可以拿個兩個禮拜啦 喔… 對啦 就覺得說你想要改善哪一部分 你可以看你… 喔…了解 一般是一包煮兩碗 好… 我想一下 好…沒問題 謝謝… 好… 這個是不是要拿掉啦 這個比較好… 應該不用… 這個你需要拿掉嗎 不用嗎 沒有關係 中文怎麼那麼好 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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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喔 不會啦… 好… 當然會緊張 緊張會不會不准 呵呵呵… 抓什麼 其實女人還很好 真的嗎 好… 有… 她會緊張喔 她很虛 太太… 會不會覺得你拿的時候動得很快 嗯… 容易緊張會 然後… 開始運動之後 對… 其實我覺得連妳睡眠不得 喔…對… 哈哈… 另外一個嗎 喔… 妳都一直在打電腦 喔… 為什麼會知道啊 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打電腦會知道嗎 終於把它歸類齁 什麼… 氣血不足 喔… 喔… 氣血不足就是說 有時候… 人家做十二個小時 妳可以八個小時就累了 耶… 好… 喔… 那有時候就是說 一邊的東西跟那個… 咖啡可能都會比較多 喔… 平涼的很多 平常我會喝咖啡 平涼的 平涼的 我會喝咖啡 好… 那妳喜歡喝什麼 我喜歡喝什麼 是… 沒有…沒有特別 我…我…我不太會喝酒或咖啡 嗯… 他講生意 嗯… 會這樣喔 會…對…我比較喝水 這樣喔 這樣啊… 開一點要放給妳嗎 好…我可以… 一檔一點點嗎 因為可能… 我怕我會不… 剩幾點而已 一點點是多少 那妳要用什麼那要用什麼 為什麼會知道 我可能一直在用電腦 可以看… 什麼腦子的反應 我有什麼奇怪的反應嗎 那我身體算猴還是不好吃 一般是算好 但送醫就是說 有的是過油不止 有的太過 像火氣太大 那你說比較稍微弱一點 他在平常的時候 如果他補充一下 身體都比較好 如果不理他也還好 現在醫學都會發高 然後那個燃養都還滿足夠 那個我剛剛有沒有發現就是 醫生在幫我法曼的時候 他的手會我以為是震動 就是他會一直這樣震動 然後一直是在講那個嗎 其實很厲害 請問你醫生做這個 50年度 喔好厲害喔 這邊會有很多外國人來法曼嗎 有耶 一般 日本的餐廳 喔 這個 這個寫得好厲害 我都看不懂在寫什麼 會啊 你敢吃嗎 我不曉得 所以想說先拿一點點製作 這就是我的配合 大家看得懂嗎 我滿懷疑的耶 這個 一般的吃看不懂 他有拿去配 對不對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哥你家是素食者 光是吃素這上面 就會覺得好感覺 身體很健康 可是他自己說他沒有很健康 所以不曉得 不曉得把賣起來是怎麼樣 他應該有離開故鄉 好好好 怎麼做 現在住哪裡 來幫他 來幫他 反強 突然是爽命的 離開故鄉 為什麼醫生會說他離開故鄉 離開故鄉 有沒錯 離開故鄉 那是媽媽可以知道嗎 你比較不會緊張 不過有時候 心臟比較沒有那麼力氣 才好 這聽起來好像有嚴重 體力氣力好像沒有那麼多 好 好可愛 你也會 滿睡 有 有時候 有時候腰痠 會 會 吃素好 可是他有氣不準 這個跟吃素有關係 所以有巧合 吃素就是說 跟他在一起 吃素的 通常就是 個性啊 導致的別性 就是 比較有愛心 就是體力有power 那個衝進行動 欸 爸爸 有這樣子覺得嗎 愛心 真的嗎 要再加強 因為日本好像不太會 忍耐的食物 這個主要 養生 皮膚比較不好的人 要吃芋頭 為什麼有不行 不是不行 少量 少吃一點 喔 都是我喜歡的東西 哈哈哈 真的 謝謝 這個就是還有日文的介紹 然後像這邊對我寫說 就是多少錢 然後幾天份 還有功效等等 日文對我寫 是這個補氣 它有時候是這個 就是 比較補眼睛啊 補順啊 這幾種加強 那你弄一點 煮茶喝啊 做湯啊 都很好 謝謝 這個也可以 腰 腰有時候會不舒服 真的嗎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樹皮 樹皮 這個是樹皮 好酷喔 第一次進來 肚痛 這個應該都台灣人也不曉得吧 對啊 樹皮 這裡腰痛有效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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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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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阿姆醬有嗎 欸 這裡嗎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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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在這裡 就參國 皮卡 潤火塔 這邊 好險 結果我今天沒有再被說 烈鬼行哭 還聊聊 好像有比較好一點 我也不曉得是不是有運動的關係 然後 你覺得 我好像第一次把他 很緊張 就是很緊張 對 因為他 想說你要冷靜 所以越想自己要冷靜 就會越緊張 對 然後就是一般就看的時候 也是他不會講話 所以就是一直有很安靜的時間 然後覺得很緊張 對 不過這邊 那個算是蠻有趣的感覺 如果外國人來體驗台灣的文化 我覺得還蠻好的把脈 還會講日文的電影 對對對 我回去好好喝喝看 對啊 真的涼藥苦口 我真的很怕苦 苦的那個 中藥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沒有很喜歡 好 那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還有那個Facebook Instagram 都在永中人物分享資訊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